來 5 4 3 2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洪振 我是講瑞澤 瑞澤你好 瑞澤你好 瑞澤好 今天第一次見面嗎 不是啊 搞得很客套 但其實呢 我們之前在那個拍戲的時候已經有見過面了 對 默契上當然是還是不夠熟 可是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很符合我們在劇中的角色 因為我本來就是在山的 也不能講本來就是啦 就是從北香蕉到芭樂 然後就從3到4 這個是終極一般事 那你們是從小蘋果高校轉來的 所以呢 很不熟 而且甚至有點敵意 那今天很特別的一場戲是 我們明明就是 感覺上像是兩個人都互看不順眼的人 但是今天突然間他發生 好像發生了一件意外 然後被 怎麼講 被掳人 勒索 勒俗 反正就是被綁起來了 可能中了一件吧 就贏了 然後我就看到了 我還搞不清楚的狀況 我就 怕怕怕怕怕 把那些黑衣人給打趴下 然後 開始 開始我們的逃亡之旅這樣 對 那剛剛就是拍逃亡的部分 逃亡完的部分 對 等一下是要準備拍逃亡的部分 那在 打戲的部分還沒開始 所以他應該比較難入戲 然後 因為剛剛看到導演一直跟他說 瑞澤阿 你要 你要真的喜歡 哭善的感覺 好嗎 你要喜歡他 然後導演 我其實心裡一直覺得很過意不虛 為什麼要為難一個女孩子 就是 要愛上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人 這樣子 你覺得呢 紅症是 我還蠻欣賞他的 因為他之前就是 他今天腳也有受傷 等等他要拍打戲啊什麼的 還蠻辛苦的 所以我有把那種 欣賞的感情 然後放入到喜歡裡面 就是說 一定要 嗯 喜歡上 然後 紅症其實還是蠻好的 對 謝謝 那就繼續鎖定 終極班式 看看我 孤讚 還有太陽 所產生的火花囉 掰掰 謝謝